嗨,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索尔 天地劫上次在急 继续来介绍一些初期拓王好用的英灵 本次来介绍夏威夷 他跟冰璃的故事很令人感动 在游戏前期也是很重要的角色之一 所以这次来介绍他 以下是以PVE的角度进行建议 希望各位朋友会喜欢 话不多说,马上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先来谈谈夏威夷的天赋 夏威夷的天赋也算蛮特殊的天赋 增加法攻三星48%、六星15% 来谈谈天赋中比较特别回血的部分 地域气血50%回满血的这个特性 三星10CD4、六星10CD2 这特性打一般关卡作用还没那么大 但在打创命王时作用就很大了 若不被王反击打死 即可恢复满血,省下一个捕失的行动 捕失可以去补别人 自己下一回合因为满血 可以安心吃下王的攻击 搭配再动更可以抢伤害 例如夏威夷攻击后 被王反击夏威夷残血 若行动结束 回血CD这时归零 风铃声帮忙在动后 将夏威夷血拉满 夏威夷再度攻击 又被王反击到残血 这时因为回血CD好了 又回到满血 之后因为夏威夷满血 可以安稳的在威胁范围内吃王的攻击 这样一回合就可以对王进行三次输出 还不容易被打死 非常的好用 夏威夷五内奴下图 夏威夷基本上五内三线都走比较好 若要省灵运时 建议走上路线 但建议夏威夷最好还是点出焚火真炎 因为它是重要的单点技能 最好竖及时先点这个 后面再往上路去点 没点这招的话 打某些关卡会很困难 这是要十分注意的地方 再来看技能 先谈中线的技能 首先是离火神爵 这招是夏威夷天生技 一及时就自带了 这招为夏威夷主要速度技 基本上不太会换下来 附加的燃烧 对于某些高防血多的boss有奇效 有时候用烧的还比攻击扣的多血 但仅限于十字系等关卡 聪明对燃烧有大幅减伤 就只能当个天头了 再来看炎之力 角色三骑时就可学 这次夏威夷施放技能附加燃烧后 后面增加夏威夷的输出火力用的 通常会一直常驻不会换掉 若有其他人能帮忙上燃烧 也可以其他人先上燃烧后 夏威夷再三天输出 攻击力就会更高 接下来是天火之数 角色25级时可以学这招 夏威夷的AOE招式 实物上很少单独待 毕竟夏威夷不像风寒月导完可以退 进去放AOE后通常是打不死NPC 但会在NPC的攻击方案内 那就很危险 通常会搭配55大招一起带 再来看千皇换日震 角色35级时可以学这招 这个战阵对于游戏初期算好用 因为物攻法攻都是加15% 但缺点是绑三个角色 这三个角色又都是要抽的绝角 像我陆府前期怎么抽都抽不到 一直到最近才利用精选抽到玄机 所以这个阵一直开不起来 若要使用这个阵 就很看游戏前期的抽卡状况了 若像我一样脸黑 三只角色都抽不起 那就没办法了 最后是九具粉面 这招是最后一招能学的性能 需要角色55级才能学到 这招一般在打广卡很少使用 除非在某些十字系归正关卡 角色跟技能都是固定的情况下才会用到 这招一样要气力3点 虽然一样可以用千我之数 一次打多只快速集气 但得搭配其他AOE角帮忙清怪 不然上去AOE后 轮到敌方回合就被打死 不像风寒月可以兵闻就退 对方追不上 可以安心集气等下回合放大招 只能说四格不是很好用的大招 接下来看散路的技能 来看血刃之兽 需要角色15级才能学 这个被动我在陆府有测试带过 但成效并不好 夏侯宜因为脚短的关系 所以一般关卡通常不会派他 会派他通常是需要他当主书术的时候 或者是第一回合他就能摸到人的时候 所以根本没啥空档放这招 这种被动还是给辅助类型的角色Dev 会比较好 再来看黏绵粉炎 需要角色40级才能学 这招需要中路跟上路都要点到 该技能上下的小源 就会自动学到这招 这招是陶克用的AOE技 平常不会用到 但某些特殊关卡 例如十字系 关卡需要踩测定机关 才会消除王的buff 但成就又规定不踩机关才能取得10 若想要拿到成就的奖励 此时就需要这招了 因为王的buff不消除的情况 防御都很高打不通 回合又有限的情况下 利用这招的高%数扣血 可以快速消王的血 这样就可以顺利过关 最后看下路的技能 首先是焚火真炎 这招算是下偶矶的重要单点剂 打一般怪因为倍率不高 不会是首选 通常用于打王的时候 部分王会帮自己加攻击buff 若不消除 我方人员上去打的时候 就会被王反击打死 此时就需要这招 站前消王的buff 降低王的攻击 帮后面的队友创造输出空间 若没人消buff 因为上去输出就被王反击死 就变成全部人都在发呆等buff结束 回合就浪费掉了 就会变成无法再规定回合内击杀王 那场就白打了 而且将王buff消除后 炎欲空间还能提高后面的队友的输出 算是非常不错的技能了 最后是猎袍咒 需要角色40几才能学 这招需要中路跟下路都要点到 该技能上下的小圆 就会自动学到这招 这个被动虽然不错 但其他角色的技能 或者士兵就办了道教法防 就不需要占一个技能格带这招了 接下来谈技能系带推荐 这边是以60级 技能已经全部学万能状况做推荐 前期技能还不全的时候 就是有什么带什么了 通用建议 炎之力 离火神爵 焚火睁眼 这是通用的建议 下猴蚁是单点比较突出 其他技能都是特殊情况用 所以基本上都带两个单点即可 陶克用建议 炎之力 离火神爵 连绵焚炎 这组合主要是月灯打怪用 或者如同上面所说的 打防很高的怪用 基本上都是利用Debuff的扣血机制 因为是扣总血量的% 王防御再高也没用 利用这个机制来击杀王过关 若再配上中毒效果 更是如虎添翼 让王的血扣爽爽 AOE建议 炎之力 天火之术 酒聚焚灭 这组合主要是靠天火之术去集气力 让酒聚焚灭可以速逆发出 但这组合需要与其他AOE角配合清怪 才比较有用 假如只有夏奥宜一个AOE角的时候 就不建议带这个组合了 只靠夏奥宜AOE打不死 又在怪堆中的时候 就很容易阵亡了 再来是饰品与魂石推荐 这边要先说明一下 饰品是个非常不好取得的装备 我陆服到60集了 也只取得一小部分饰品 未来也可能会出新的更好的饰品 这边建议只是最终理想 请供参考 谢谢 头 天河驻杀 夏侯宜输出主要是以单体绝血为主 特性额外提升伤害很大 而且这件算是相对好取得的饰品 每个月可以从炫鹿四方买到一个 相较于其他需要用做的 取得相对简单多了 身体 辟邪预配焉 增加气血与相对较低的物仿 在被物理攻击的往返及时 能增加活下来的几率 遥 遭云横度 免伤在天地解释很重要的属性 尤其像夏奥宜这种没有战后移动的角色 再打像窗命这种关卡时 若进去危险放人内攻击 轮到王行动时就得吃王的攻击 除非就帮他再动跑出来 但这样就浪费再动了 这件提升夏奥宜的免伤 让夏奥宜被王攻击的时候可以撑得住 不会被以下打死 手 玉姬灵琢 烟 因为夏奥宜都是单体绝血为主 这装备可以增加夏奥宜的输出能力 非常好用 魂石 妖术师 因为夏奥宜输出都是单点技能 目前只有两个单点技 还是得等息低 所以建议带妖术师赌脸 因为50%几率并不低 若赌到的就是多赚一个技能的输出 相较于其他魂石还是好得多 依目前现况 宙斯都是建议带妖术师比较好 除非哪天有人可以带三招单体绝轮流放 不然宙斯就是妖术师最搭了 九环珠妇 非常规的带法 通常只有陶克石使用 利用中毒机制再加上燃烧等 多重扣血把王扣到死 做一下夏奥宜的小结 夏奥宜一般关卡通常不会被派上场 因为他较短的关系 不好追怪也不好开怪 除非该关雷鼠敌人很多 不然通常不会派他上场 但打雷鼠王就不一样了 目前火鼠其他绝角都是物理角 只有夏侯宜是法弓角 让王大多是物防高于法防 物理角输出会输法弓角 所以其他绝角很难撼动他主输出手的位置 加上他还可以用陶克打法 让一些比较难的关卡 可以比较简单过关 扣血的趴数还不吃练度 无需高薰就能上场 建议还是得要有一只 这样打雷鼠关卡才不会太吃力 本次就介绍到这 若本次影片对您有帮助 希望能帮忙按赞、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订阅后并按下订阅牌铃铛开始通知 之后有新的影片 您就可以马上收到通知 也欢迎大家来我的时光台 每天晚上在YouTube开播 大家可以来时光台一起聊聊 下个影片见 拜拜